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像那種 英雄使者的那種感覺 那自己的logo被印在大樓上 好感動喔 我覺得就是很謝謝 這段時間來 忍受我很多的叮嚀的工作人員 因為我 這個概念其實從一開始就是希望可以 從我內心出發 然後跟所有的團隊一起分享 然後其實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們 包括很多的同事們也必須要 調整自己的思維 來了解 到底心裡在想什麼 到底這首歌曲想要表達的 我覺得大家都很辛苦 所以真的謝謝所有的朋友們很辛苦 這是得獻獎獎後的第一張專輯嗎 壓力會特別大嗎 其實我沒有再把這個當作一個壓力 因為我覺得很感激的 就是從得獎之後大家更願意 聽我來講 願意聽我來唱 所以我希望這個作品可以更加的屬於大家 因為我覺得這一年來 其實我得到很多 失去也很多 包括奶奶離開我 可是並沒有因為奶奶的離開 造成家裡可能更絕望或難過 而是團結了整個我們的靈家 然後讓我們更加的堅強 更加的溫馨跟團結 所以我希望把這樣的一種 對於生活的能量 帶給大家 透過音樂 透過這次的新地球 可以給大家一點點的鼓勵 覺得就是要把握當下 來享受當下 跟活在當下 把自己 稍微做一些 跟自己做一些調整 然後我覺得 從自己的內心抓出一種 找到自己當初的幸福跟快樂 我覺得我們大家一定會 可以更幸福的 剛剛MV很多畫面 其實像災難這樣 是進去海底 會有什麼事 其實這一切都是剛剛好 因為在創作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也發現 就是全世界遇到了很多的災難 遇到了很多的 不管是天災也好 人禍也好 就是很需要 我們大家來關心 多關心 不管是身邊的人 或者是身邊的一切 我覺得都值得我們去更關心 更努力的幫忙 然後我透過音樂 我希望 剛好就是 希望透過音樂 來傳遞這樣的一個精神 同時也希望我自己也可以 製造更多機會 來去體驗 去體會 各種各樣不同的生活環境 因為我覺得 生活在這個 市區久了 可能會容易陷入一種 一個模式 固定的模式 既定的模式 那很多時候 因為在這個模式當中 我們在忙啊 我們在壓力大的時候 就會開始忘記 當初的一種自我 當初的那種 溫馨跟很純粹 跟很單純的想法 所以希望可以把自己拉回來 然後也希望可以 所有 呼應所有人 一起來 關心身邊的一切 剛剛也是要呼應 大家一起來 找到幸福 是不是自己的幸福也很棒 欸 我發現啦 其實對於感情這塊 我相信大家是要問這個吧 對 以前呢 我可能會覺得說 沒有另外一半 可能會覺得不是很幸福 不是很快樂 很寂寞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最近的我 可能做了一個調整 希望可以重新的做自己 然後重新去找到一個 單身也可以很有價值 單身也可以很有 很快樂 可以跟自己相處 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去更認識自己 更進步 所以我覺得不會不幸福啊 所以現在我反而覺得 現在很幸福 因為可以很珍惜 每一個人身邊的人 可以很珍惜 我做的每件事情 我覺得在工作裡面 去珍惜當下 去珍惜跟每一個人的接觸 我覺得是一個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 跟我的音樂非常幸福 所以其實也不會 因為這樣子 一個人單身 覺得缺乏什麼 對啊 JJ你單身樂在其中 底下有多少女生要哭死 幹嘛這樣子 慢慢來啦 我覺得給自己一點時間 去沉澱 然後我希望給自己一些空間 讓我能夠把這些調整做出來 然後慢慢在生活中 做一些小小的調整 然後我相信 當我把自己調整好的時候 一定會有機會 更有機會 可以遇到一個 這個更適合我的人 所以之前說 裡面有這個缺口琴的部分 其實大家練多久 會不會覺得很辛苦 嘴巴是不是有變很多 我覺得口琴是一個 很好上手的樂器 因為你不管是 簡單吹或是吸 其實都有聲音 然後那個聲音都是和諧的 但是要把它掌握好 其實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磨練 跟練習 所以其實我 我也算是真正第一次去 認真學一個旋律 用口琴的方式吹出來 那我覺得 開始的時候還蠻難的 因為你要取得一些 特別的音啊 跟那個控制好 那個感情其實蠻難的 可是因為 也是因為自己嘴巴 最貼近自己的一個樂器 所以我覺得我很喜歡 跟口琴這個樂器 因為它 它不像鋼琴 你要打擊彈奏 或者是吉他你要刷 它才會有聲音 它其實就是 用 利用自己的空氣 用空氣去吹跟吸 製造出的那種感覺 所以當初才會想說 用口琴 當作MV的一個 很重要的 關鍵的 物品跟樂器 來帶來一個很震撼跟力量 把愛帶回給女主角 所以那個象徵是蠻大的 就是這個MV裡面 是用口琴來象徵音樂跟愛 所以嘴巴有變得很厲害 不好意思 發現嘴巴變厲害了 嘴唇雖然腫了一兩個禮拜 但是我覺得 因為很容易上癮 這個吹口琴的這個練習 好